与蕭英青对谈 上一次我们与先生 由这个检测 讲到到新的五十年一国两制 先生上一次提到 可不可以早一点谈论 或者现在谈论 大家摊开来说 希望北京和香港各方面 大家都可以谈论一个可以接受的情况 去延续多五十年 如果由现在计算起七十多年 先生你觉得这个构想 你暂时看有没有什么难度在这里 难度当然有 第一个就是北京未必接受这个想法 第一个就是共产党很少承认自己失败 承认错误都难 不要说承认失败 我自己刚才的说法就是 首次回归失败 才有二次回归 如果成功就没有二次回归 但是我们香港人 有一部分人很想证明首次回归失败 我就一直说香港的定位 应该是令北京放心 我第一次回归所定出来的东西 word得不错 挺好 那他就继续 原本的版本 九七初期的版本 九七初期的版本 是做了很多妥协 做了很多让步 我认为那个版本 是回归的最佳版本 现在要接受现实 香港人也要接受现实 这个版本受破坏不够了 那就要做一个新的版本出来 大家认同的版本 这个是现在眼前面对非去处理不可 我用检测这件事 我已经可以看到社会上有相当一百分人 不认同这个政权 采取抵制 不合作 这样下去 香港一定是受损的 有两种发展 大陆最初都是想拿选票认受 即是他设计一种他们接受的民主制度 即是有选委会 或者提名委员会 那种方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香港有人说 这个是假民主来的 我零点不要 你不要他便拿不到选票认受 便被迫要强制认受 那我就不希望 硬用强制认受的方式 当然世界上很多新成立的政体 都是采取强制认受的 但最好不用 不用就要大家妥协 大家妥协就是知道有些事情 我认为已经知道了 第二次妥协的效果 一定没有第一次那么好 但没有第一次那么好 都是有个妥协 有个妥协 好过不合作对抗 或者最后变成强制压服 这个不是我想见到的 那你要有一个共识 西方的说法就是要有一个协约 大家有一个共识 去将来怎么做 能够做到这件事呢 社会就会运作得顺畅些 变成了要将将来将一套 大陆可以接受的模式 香港可以接受的模式 要做一个磨合 最后达到的协议呢 这个就是最理想的模式 有新的五十年 有新的基本法 但是都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做到的话 其实对北京都有好处的 因为你拿到这个民间的共识之后 美国、欧洲、西方国家要制裁你 就相对难 因为这个是人民已经取得的共识 其实我们看回第一次中英谈判 由七十年代末开始 一直到1997 都是二十多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参加上次 刚刚我在讲之前 我想讲一样 香港人都要有生理准备 你不是之前争取的 是三脚椅的模式 以前英中谈判之外 就加一个香港人 香港现在和北京的谈判 都不是一个对等的谈判 而大陆的做法 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手法 就是我们香港人的意见 反映上去 他提出一套 又尝试再推下来 就是交换民间的交换意见 去找一个共识 未必是你要选香港代表 他就派全国代表 你全国包香港 这个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就不是一个 不是对等的 如果你要搞完这件事 你要说我要独立地位 那就谈不定了 那你是能够协商取得一个共识 这些就是中国式的协商 当然有些人觉得这些是假民主 如果假民主就无法谈 你当他有意见 反映的渠道 那就有得谈 香港人自己取舍 这种模式 是现在中国的情况 香港能够做到的情况 如果是要一定是对等的 独立的模式 是没得谈的 我刚才讲个问题的跟进 就是说 上次谈的时间也有二十多年 会不会现在我们越迟谈 所谓政治的动荡会越大呢 当然说有得谈 已经是令到香港有些人有寄忘 起码谈的时候 不要搞我先 在谈谈 谈成点未知 起码有得谈 那你觉得即是说 即是说及早 能够大家看到一个沟通之门 如果起码 譬如北京都同意 有一个说法 北京现在有时都有听到 就是第二次的回归 如果是第二次 既然是第二次回归 当然有第二次不同的做法 如果在研究未来的第二次不同的做法的时候 愿意给香港 好像以前有基本法 有草委、有支委 类似的 例如做二次回归咨询委员会 在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基础上 做一个基本法的 就是检讨委员会 做一些检讨 好 谢谢先生 这次我们谈到这里